爹 您和姑父 过去有过什么恩怨吗 你怎么会问起这个 我只是 聊到了周家老宅 就想到了白元表哥 也不知道怎么了 我就想起姑父来了 说起来话长啊 其实我跟你姑父之间 也没什么恩怨 当初 我们共同创业 完全是为了你姑妈 可没想到 还没挣多少钱 他就开始折腾了 捧细子 赌博 什么花花肠子都出来了 后来还发展到 要娶什么二姨太 你姑妈呀 就是活生生让她气死的 我为了保住 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布庄 不得已跟她分了家 可就那点钱 哪够她折腾的 没过多久 白光了 还有只好带着白元回到了周家 终日酗酒 直到有一天 我们在后院的井里 发现了她的尸体 原来是这样 可怜白元这孩子 孤苦伶仃 没爹没娘的 我看在你姑妈的份上 就收留了她 把她当亲儿子一样带 用心照顾她 悉心培养她 总希望有一天 她也能成才 可是哪想到 她比她那个爹还过分 孩子 我怎么就觉得白元这孩子 没坏到那个地步呢 如果有一天 我能再见她一面 我想再劝劝她 再把她拉回来 爹 您为白元做的 已经够多的了 要是她还不能体会 您的苦心啊 干脆 不如不见她了 吃药了 好 若鱼 你不要害怕 我们又想要干吗 只是想要跟你说 这块木头 磕好了以后 是要送给你的 你这磕的是什么样 这是一只兔子 你属兔本来是一只高贵 温良慈爱的兔子 可是却被生活折磨得 像一头牛似的 没日没夜的工作 我实在是对不起你 你不是我齐了 爹的一番话提醒了我 或许 我应该要试着调整心态 不要老是把于是红红 看成仇人似的 铁川 若云 若云 来了 好 妈 你怎么又去摘野菜了 我都说了我会顺便买回来的 那一大片野菜够我们吃一阵子 何必去花钱买呢 看看天佑睡重香 还让奶奶背 妈 她怎么发烧了 你看 你摸摸她 天佑 天佑 爹 爹 快来看看天佑啊 天佑 天佑 天佑你醒醒啊 天佑 怎么了这是 若云 爹你看啊 天佑她发烧了 天佑 天佑 若云 我的小祖宗啊 这怎么会发烧了呀 怎么回事啊 刚才还好好的呢 你又带她上山了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 不要带孩子到那种地方去 我 那现在 来来 赶紧去看大夫吧 好 快 若云 慢点啊 爹 爹 没了 你吗 来 把她跟她打 我 过来 所以我也是 碰到你了 如果她因为有事 走 走 帮他退烧啊 您救救这孩子吧大夫 大夫 这孩子伤得不轻啊 恐怕要一笔不小的费用 你们可得好好考虑考虑啊 大夫 这孩子是周家的命根子 无论如何 您得把他给治好了 你这话任谁说都没错 可你女婿的药钱 是我们药铺尽其所能 让他脱见着 如今哟 大夫 我求求您了 您先救孩子吧 到时候我会去筹钱的 好吗大夫 大夫 求求您大发慈悲 行行好 这孩子不能有事啊 哎呀 行了行了行了 我先帮这孩子 把毒液给逼出来 要欠的事啊 你们得赶紧想办法 好 都是我害的 天佑如果有什么意外 我也不想活了 我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你怎么还愣在这儿啊 我还以为你去为孩子筹钱了呢 我 筹钱筹钱 都到了这个份上了 你让我上哪儿筹钱去啊 我本想再去求求世红 可那一大家子 我们惹得起吗 那个姓汪的 现在还在无缘无故的 整天欺负若云 我们现在去 不是往石头上撞 你说那个姓汪的 我不管了 我顾不了那么些闲言闲语了 爹妈 你们帮我照顾天佑 我去找于世红借钱 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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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去看看 世红 若云 怎么了 世红 求你救救天佑吧 她现在高烧昏迷不行 大夫正在急救 需要一笔钱 可是我没有啊 你别急 你别急 我来处理 你要干什么 瑜伽是开救济院的吗 天佑病得那么重 你没听见吗 一会是她丈夫出事 一会是她老家有纠纷 现在又是她儿子生病 有完没完 她到底要纠缠你到什么时候啊 雪梅 我就是不准你动铺子里的钱 现在仗是我在管 就得经过我的同意 让你来管账房 是让你来帮我 不是让你来管我的 我好歹是你的未婚妻 你在乎过我的感受吗 你只要一见到周若云 就什么都忘了 我就是不同意 你给我让开 圣红 我不让你拿 我就是不给你 我让你放手啊 走开 发生什么事了 老夫人 不能拿 周若云 又是你 吵什么 还嫌不丢人呢 妈 妈 您来得真好 周若云要钱 都要到铺子里来了 我身为余悸的账房 我不应该把账管好吗 你简直是不可理喻 站住 你被这个女人迷得丧失心志了吗 你再这样往她身上撒钱 这个家 早晚要被你败光的 伯母 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才来求侍红帮忙的 就帮我这一次吧 我保证 我以后再也不会来打扰你们了 你保证 你拿什么保证 你的保证能让人相信吗 可是我儿子 如果没有这个亲 就救不了他的命 伯母 我给你跪闲了 你这是干什么呀 求求我儿子吧 我求求你们了 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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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起来 余夫人和雪梅 你也曾经当街骂你 打你 侮辱你 你还没收够吗 爹 天佑他未在担心 我怕他没时间了 为了救儿子 就算让我下敌 我也愿意 你忘了 王庆堂的话说得有多狠 这家人我们惹不起 立想办法吧 你 若云 快起来 走 我们带天佑去看大夫去 石虹 说句心里话 我们是真怕的 我不要若云再承受这些莫名的指控和羞辱 伯父 您放心 我不会让他们再伤害若云了 现在最重要的是快去救天佑 我们赶快走 爹 你 石虹 你 妈 我该怎么办 我该怎么办呢 这个不要死 天佑 天佑 你可醒了 我的小祖祖 你把奶奶个折腾死了 乖啊 不哭不哭了 天佑 他醒了 他醒了 来来来 妈抱抱 来来来 我已经给孩子化弄消毒了 孩子这会儿呢 脉象已经稳定了 但是这烧恐怕没那么容易退呀 大夫 那就麻烦您用最好的药材 钱的方面您不用担心 我来负责 好 我马上开几天上好的药材给他喝 好 好 谢谢大夫 世红 我们实在是不想再麻烦你了 可是人穷至短呀 终究还是得靠你来接起 我们真是没用 伯母 您快别这么说了 我不担心啊 我们周家家财散尽 窘都没路了 老天却还不放过我们 不会的 我相信只要坚持下去 一定会有出头的一天 糟了 天心 天心还在家里呢 他睡醒了要是看不见我们 不知道又要跑到哪里去了 你别着急 好好陪着天佑 我这就回家去 世红 谢谢了 好 天心 爹一直惦记着天佑 俏点把您给忘了 爹 您饿不饿 瞒得好香啊 我们好 天串 天琪 饿坏了吗 天又怎么样了 天又已经稳定多了 你放心 谢天谢地 可是 这是不是又要花上一大笔钱 天川 我实话说了 你别往心里去 我们也是 没有任何办法 最后 还是请世红出手相助了 我明白 都有苦衷 这么做 也是迫不得已 只是 我觉得我真的不配当孩子的父亲 你千万别这么说 这不是你的过错 我去给你们做点吃的 来 请信 这个臭小子 居然胳膊肘往外拐 当众给我难看 还好还好 还好我让你过来管账房 要不然整个铺子被他掏空了 我还蒙在鼓里呢 妈 您先消消气 薛妹啊 你所受的委屈 我都看在眼里了 你放心 我会尽快让你和世红完婚 他需要你这样的险内助 他需要里里外外的帮他打理 妈 我知道了 妈 妈 这个婚我不结了 世红 薛妹 我们解除婚约吧 不 我不同意 我不同意 我们根本就不合适 既然不合适 就不要勉强下去 如果继续下去 只是折磨彼此而已 荒唐 这种荒唐的事情 我绝不允许发生 是周二云让你这么做的 是不是 这个您实在是太恶毒了 处心几率要逼你退婚 接下来他是不是还计划着 要抛夫弃子 等待机会进入我们于家 做于家的媳妇啊 你去告诉他 少在那吃人做梦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 于家就由不得他来作乱 妈 要不是你和雪梅他爹 三番两次的羞辱若云 我也不会下定决心 取消这门婚约 你 世红 你这样说 对我也太不公平了 够了 我对你不公平 你记不记得 当初 你在铁川面前搬弄是非 我原谅了你 可是你不知反省 如今我们只是定了亲 你就打着我未婚妻的名号 去羞辱若云 要是哪天我们真的成了亲 你还不够变本加厉的 去迫害若云吗 你不断地在我妈 还你爹面前造谣生事 让他们二老误会若云 甚至于当街辱打若云 我相信这样的事情 将会永无休止地重复 我受够了 我没有办法娶你这种 心胸狭窄的女人为妻 我更没有办法跟你共同生活 妈 叫我妈也没有用 现在没有人可以帮你 我心意已决 我们现在是应该冷静下来 仔细地想一想了 若是再这样下去 勉强成了亲 那只会给彼此 造成更大的伤害 世红 你站住 这件事由不得你 我不允许你退婚 妈 不管你同不同意 这门切我退定了 世红 学妹 世红 你先冷静 你先冷静 你让人 他这样跑出去会出事的 赶紧把他追回来呀 学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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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许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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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干什么下来 许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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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救我干什么 你为什么不让我去死 你为什么不让我去死 世红他已经不要我了 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你就是何苦呢 死能解决问题吗 不能解决问题 可是能让我不那么痛苦啊 我不想再受折磨了 我活得好苦 你明白吗 你为什么不让我去死 我死了都不会有人关心 也不会有人难过的 许梅 许梅 你放开我 许梅 你放开我 许梅 我去死 谁说没人会难过 你要是真的有什么意外 我会很痛苦很难过的 对不起 我失言了 我的意思是 我只希望你能够快快乐乐地活着 每次只要一看到你掉眼泪 我心里就有一股说不出来的难受 我爱的人不爱我 爱我的人我却不爱他 这就是人生在世的悲哀吗 不爱我 雪梅 你却我都湿透了 会着凉的 我赶紧送你回去吧 我不用你滚 雪梅 我不用你滚 雪梅 来 还在发烧啊 是啊 烧一直不退 大夫刚才说过了 没那么快痊愈 还要再吃几副药 不过呢 渐渐会好起来的 所以你不用太担心了 世红 谢谢你 谢谢你来看天佑 谢谢你再次帮助我们 至于雪梅和你母亲 我真的感到很抱歉 我希望你多费点心思向他们解释 求得他们的谅解 我不想向他们解释 我也不需要得到他们的谅解 我已经决定了 我要退婚 什么 你要和雪梅解除婚约 是的 我已经做了决定了 是不会改变的 不行 世红 你不能这么做 你想想 这么做 雪梅她会多伤心哪 她承受不了这个打击的 她那么爱你 你怎么能这么伤害她呢 若云 你不要再劝我了 你怎么会做 她的蜂蜜 她不能做 你怎么做 如此认命 不幸福的婚姻 就应该立即了断 不合适的人 就不要勉强结合 何况 只不过是定亲而已 与明杰有什么关系 我如果是继续耽误她的话 那才是真正的害了她 既然是定了亲 那就是说明 你对雪梅许下了承诺 你怎么可以做一个 轻诺寡信的人呢 我宁可现在当一个 轻诺寡信的人 也不要将来 成了亲以后 又负心于她 世红 如果你真的跟雪梅 取消了婚约 那 那我也难辞其咎啊 我 我不就成了罪魁祸首了吗 若云 这一切都是我自己决定的 跟你没有任何的关系 可是 世红 若云 这是世红的终身大事 她的感受 她自己最清楚 难道你能替她过日子 替她负责吗 婚姻就是这么回事 当初硬逼你招赘铁川 害你落到这么悲惨的田地 可是你现在 又在劝世红取雪梅 难道你确信 他们以后能好好过日子 要是最后还是争吵不断 痛苦难当呢 天色不早了 带天佑回家吧 大夫有交代 她得按时吃药 三天以后再回诊就行了 是黄天佑 不管怎么说 你是天佑的救命恩人 我在这里替我的小孙子 跟你说声谢谢了 伯母 您太客气了 眼前最要紧的就是 希望天佑能够赶快好起来 如果以后有任何的困难 请不要跟我客气 我先去给你们交个车子 送你们回去 道歉 你烦不烦啊 我已经到家了 现在你总可以走了吧 那好 雪梅啊 世红只是因为还在气头上 只要等她情绪平复下来 就没事了 你千万别再做傻事了 雪梅 爹 你到底去哪儿了 我到处找你 你怎么搞得这么狼狈啊 爹 我 汪老爷 我是朱炳峰 你们俩怎么在一起啊 是这样的 今天下午 雪梅小姐心情不好 她跑去跳河自杀 还好我及时赶到 把她给救了起来 不过我怕她回来的路上 有出意外 所以就送她回来了 跳河自尽 你怎么这么傻啊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爹 朱掌柜 谢谢你救了雪梅 汪老爷 别客气了 您还是安慰雪梅小姐要紧 我先告辞了 好好好 雪梅 你快跟爹说实话 你是不是又跟世红闹别扭了 天佑 你回来了 来来来 让爹看看 怎么还是这么烫啊 他现在已经清醒了 大夫说 等他发炎的地方消炎了 他就会退烧的 我的小祖宗 这回可受了大罪了 来来来 爷爷抱抱 妈把药给我 他睡前还得喝一大碗药呢 这些药花了于世红不少钱吧 以后在我面前 不用在碧会谈起于世红了 人家确确实实帮了我们家许多 我 如果见到他的话 我也应该好好谢谢他才是 没错 你真的应该好好谢谢于世红 铁川 我们能遇上于世红这么够义气的人 这也是我们的福气啊 哦 铁川 你还没喝药呢 忙了一天都忙昏头了 我给你熬药去 别 我不喝了 这些日子以来 也不见有什么疗效 不要再浪费钱了 你又来了 你就别再拗了 我给你们俩熬药去 收尾 来 清佑 我们进屋了啊 来 进屋睡觉喽 于世红想要毁婚 由不得他 他把我们汪家当什么了 照着起来回自己去吗 世红那样子好可怕 他对我大发脾气 无论他母亲怎么阻止他 都改变不了他退婚的念头 为了周若云 他已经把我说得一分不知 爹 世红不要我了 他真的不要我了 我怎么办 我怎么办 于世红 你这个混账东西 我不就是说了他周若云几句吗 你就心疼了 你想借这个机会退婚啊 别忘了 这门婚事 可是你余家用了三枚六匹 才跟我汪家定下的 你说反悔就反悔啊 你不要脸 我还要脸呢 爹 您不知道 我从来都没见过世红这么凶 他一向都很孝顺的母亲 可是这次 他连他母亲说话都不听 他怎么还会在乎您呢 那好啊 那我们就走着瞧 把事情闹大了 我看他于世红怎么收这个场 黄老爷 让开 于世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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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出来 爹 于世红 你给我说清楚 你凭什么这样对待雪梅 凭什么 爹 你为什么不问问你女儿做了什么 你自己又做了什么 你果然是为了你那个老秦人 于世红 当你要为你老秦人 买回周家老宅的时候 你跟你未婚既商量过一生吗 你考虑过雪梅内心的感受吗 换做任何一个女人 她都不会答应的 我那天 不就是为了雪梅的幸福 质问了她周若云几句吗 这又怎么了 想不到你会拿这件事情大做文章 居然还提出跟雪梅退婚 你这样冷酷无情地对待雪梅 逼得她去跳河自尽 你与其何人呢 爹 雪梅 她现在怎么样了 雪梅怎么这么傻呀 都是你 当时我就让你把雪梅追回来 你偏不听 你看看 现在果然出事了吧 幸亏周掌柜及时赶到 要不然雪梅早魂归西天了 庆家公真是对不起 都是世红的错 是她伤害雪梅太深 所以才差点害死了雪梅 对不起 雪梅虽然命救回来了 可她情绪仍然很激动 如果她再受什么刺激 她还会寻断剑的 世红 都快弄出人命来了 你还不知道收敛吗 快 快去看看雪梅 好好地安慰安慰她 重新给她承诺 告诉她你不会和她退婚的 于世红 你还算个男人吗 雪梅都为你跳河自尽了 你还这么无动于衷 难道你真的想看到 雪梅死了你才甘心吗 我告诉你 于世红 如果雪梅有三长两短 我绝不会饶了你 世红 尚爷走 尚爷走 好 尚爷走 朱掌柜呢 掌柜在账方算账呢 哦 哦 冰封 多谢你救了雪梅 你已经知道了 雪梅她父亲一大早 就上家里来兴事问罪 我都快被她逼疯了 不知怎么办才好 世红 你确实对雪梅太残忍了 你和雪梅的婚事 可是当着所有亲朋好友的面定下的 你来这么一句退婚 你让一个姑娘家何去何从啊 你这不是等于再逼死雪梅吗 我的过去你最了解 怎么 现在连你都怪起我来了 我只是觉得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 既然婚约是你自己定的 你就该为你的决定负责 那好 我问你 如果你今天遇到跟我相同的情况 你会去选择一段没有爱情的婚姻吗 如果我是你 我想至少我会懂得如何怜香惜语 至少我不会让雪梅受这么多委屈 刘峰 如果连你都这么说了 那么要是我辜负了雪梅 就真的要成千古罪人了 朱禀芳 你真的是没救了 雪妹 世红 世红 你真的不要我了吗 你让我怎么活呀 世红 我求求你了 求求你不要退婚好不好 你不要离开我好不好 雪妹 当时我确实很愤怒 所以才会提出退婚的说法 你知道吗 我多么希望 你能够有宽容的心态 看待人生的无奈 对人多一些关怀 多一些谅解 若芸曾经是你最要好的朋友 我相信她的难 她的苦 你比谁都更了解 可你为什么不能像一个朋友一样 去帮助她 去关心她 却一而再再而三 用猜忌 用艳恨的心 去压迫她 去刺伤她 那是因为我害怕 我害怕失去你 我害怕在你心里只有周若芸 所以我才会做出那些不理智的事情 雪妹 若芸他们现在一家子 遭遇到这样的打击 我怎么能够见死不救呢 我今天跟你说这些话 就是希望你能够放下你心中的记恨 你要知道 跟若芸比起来 你算是幸运多了 所以 你更应该要惜福才是 我知道了 我知道 我不应该对若芸说出那些不堪入耳的话 我知道错了 以后你再怎么帮她 我都不管了 但是 我求你 我求你 打消退婚的念头好吗 好啊 看到你们和好如初真是太好了 小两口啊 平时吵吵闹闹是难免的 只要能和好如初就好 世红啊 我看 干脆你们就赶紧拜堂完魂吧 这样 省得我挂心 雪妹也不会乱猜疑 世红啊 这早节晚节都是要节的 你何必拖着呢 世红 就依了爹的意思吧 好吧 那等我 把最近手边的事情都忙完了以后 我们就拜堂完魂 好 好 世红 见到雪没了没有 她平静些了吗 妈 我以后不会再提退婚的事了 你也不要再为我们的事情烦恼了 这就对了 你呀真是让妈操碎了心 按理说 像我这个岁数的人 谁不在家寒衣弄孙 享受天伦之乐呀 你看看谁像我这样 整天还为自己儿子的婚姻大事烦心 妈 对不起 行了 我只是不明白 你为什么这么死心眼 世红 现在你的事业已经稳定了 赶紧成家吧 为余家生几个白白胖胖的孙子 了却妈的心愿 你爹在九泉之下也才能明目啊 妈 我也曾经这么想过 所以才会答应订婚的 可是谁知道 后来又发生了这么多的事 不过经过这一次 我和雪梅之间也就更加地了解 她也答应我了 愿意改变她的态度 而我以后也会多体贴她一些 是啊 你们各自都退让一步 这才是夫妻的相处之道啊 妈 有件事情 我想恳求您 希望您以后 能够对我多一些信任 我也有我自己做事的原则 所以请您以后 不要再干涉 我跟周家之间的来往了 妈 我累了 先回房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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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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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